永不放弃探索新中横自行车活动 今年迈入第十一届 1230位选手参加 年龄最大68岁 最小11岁 早上6点从水里出发 一路爬升至海拔 2610公尺的终点塔塔家 全程有72公里 考验选手的长途耐力与毅力 从越车队李奇红挑战未免成功 成绩2小时57分32秒 以大早天海为亮 参加这次自行车赛的好手们 就聚集在水里山宫的门口 大家摩拳擦掌 准备挑战海拔2600公尺的那里塞 这项新中横自行车塞 是国内外自行车选手 相当喜欢的路线之一 沿途一上傍水景色宜人 其中玉山塔塔家路盾 更是全国知名的景观公路 适合举办自行车挑战赛 选手可以挑战自我 全速充斥 也可用悠闲方式 慢骑 沿途享受大自然明镜 早上6点 副宣讲陈振生 议员陈时辉 加一处体健科长 财政发展人 到水里山宫 明迪开赛 江副宣长说 南投好山好水 很适合推广自行车运动风气 邀请选手在比赛之后 出的到信义 略坛 三尼西 系统 东普温泉等地游玩 我们一早为了推动 南投县的全民运动 以及行销南投 所以今天在水里山空 我们举办了一个挑战 新中的永不放弃活动 这些活动我们已经联系办了十一年了 吸引了非常多的国外国内的自由出手来到南投 最主要还是希望他们多了解南投 所以整个活动虽然非常具有挑战性 那不过我们在沿途上我们感谢我们交通队 还有警察人员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也让每一届的活动都非常安全 那当然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希望他们都能到南投走走 甚至于多了解南投 那也希望在活动结束之后 他们能到县内的其他地点 去做一个游览工作 也祝福他们的整个永不放弃的一个决心 都能达成 陈宇远说到南投其单车运动 最享受美丽的三水美景 还可以品尝当地小吃 小政府在水里多举办大型活动 或乐的地方观光发展 今天我们感谢南投县政府 可以来举办全国的永不放弃铁马自行车活动 那这个活动已经在水里乡来做一个开跑多年 每一年都吸引很多的好朋友来参与这场的活动 那今年总共有1300位选手来参加这场活动 是由水里山工做一个开跑 然后全程骑到我们塔塔江 总共的里程数是72公里 今年来参加这场活动的最高年龄是68 那最小的年龄是11岁的小朋友 所以自行车的活动是很欢迎 年龄不管是多大 年龄是多小 这是一种休闲一个活动 那鼠卫在这里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 可以举办这场活动 尤其水里乡长期以来 很少有这么大型的活动在举办 那今天可以把这个活动在水里乡来做一个开跑 是带给我们水里乡有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空间 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够多多提供大型的活动 在我们水里乡来作为举办 活动由县府与台湾自行车运动协会共同举办 并由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水里乡公所 新义公务部队 警察局等更单位协办 为确保人身安全水里到塔塔加台21线 实施交通疏导措施 县佛警察局保机总队都出动警力及逆交 协助交通疏导 这项算是最后由从业车队李奇红挑战未免成功 成绩2小时57分32秒 顺利完成挑战活动 docs行 好 好